韓國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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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步之後中間那個跳投得分 也難怪他們是亞洲冠軍 韓國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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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線的一個出手 有 哇 球給到薩哈吉安 再送進去哈達底 發生失誤 哇 小偷來了 韓國的一個成功超級 給到對角的隊友 沙蘭得分 哇 韓國永泰 這個超級真的是play of the game 甚至於是play of the day 第三節一浪隊繼續的把比分的差距給拉開 田沃 精采的一個轉身運球 給他竹內製造的犯規 魔術般的傳球 田沃勇泰 球在地板上 比將倒勝 再做一個分球 外線的機會有 田沃勇泰 這是他在本屆賽事處投進的第一顆三分球 放來沒進 南半球是泰田蹲野給保護處 小野 田沃終究竟有了 還是把這個分數維持在一定的差距之內 進攻犯規 馬沙耶西好震撼 裁判我怎麼犯規了 我不可能犯規的 你吹錯了 日本對手 又是一個犯規 所以現在這段期間 馬沙耶西 等於兩次被裁判抓的犯規 這個哨音滿敬老尊賢的 不過田沃的經驗 真的不斷的製造這些年輕的後衛的犯規 當然這都是要上課要繳學費的 對 那相信未來 如果他的外線也是很棒的話 那就太可怕了 2 2 哇 連續三次 馬沙耶西又被吹了一個進攻犯規 哇 3次的犯規 一兩隊的教練 Ballman應該要跳出來 他必須這個時候 第一個按撫球員 第二個他必須要給裁判壓力 因為連續的3次犯規 哦 真的田沃的防守的經驗太棒了